新聞小聲 先來關心家紀市華東的消息 2022光之雲武開電 將要在8月20號起到9月11號危機 每天晚上6點半到10點 在家紀市北洋的公空機行 市長安民會親臨現場開燒 提案全國修創的元宇宙路由國宿主帝的更營的出電 為北地黑面高空頂頂相差到五公秋的官党 來感受未來科學世界的逃避到萬元 在市長安民會發生海科人物組合 全方將會20號開始 一直到9月11號危機的光之雲武現場參觀電池 現場使得營業和更營的效果 就親像建立美麗的世界 讓人放鬆心情 市長安民會表示 光之雲武配合中秋加吉 將近一萬人告到關上 你現場地表最大蛋黃酥 還有三十光秋冬 十光秋冠 六光秋冠 宇宙資典作品 就親像科幻電影的好個中間 金油車民眾八月二十何晚上八點開無動工 這會來cosplay環遊元宇宙的世界 光之雲武是中秋節最受矚目的光明藝術展 那今年呢在八月二十號就在北江湖要開始登場囉 我們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每天晚上從六點半到晚上十點可以來到這裡 今年所規劃的有八個展覽區 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可以走路 一起來體驗這一個元宇宙之旅 今年規劃的有八大的展區 每一個都比不一樣 歡迎大家一起來體驗看看 我想首先我印象最深刻 一走路進來 就感覺好像是愛里斯仙境的那一份時光隧道 那隨著這一個光影的效果 還有加上白米長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會讓你好像頓時進入了非常奇妙的空間裡面 我想光影的藝術就到這裡 讓你遠遠的還可以看到 我想每一個地方都有那種光影的一個展現 那當然呢 再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星月 接下來你就來到了地球坐標 上面有愛家優 愛家優 就是我介你 我想這個坐標 歡迎大家可以在這裡跟著你愛的人 還有家人 或者你的朋友來告白 我想在這裡光影這種氛圍之下 會讓你更為感動 我覺得 我們要勇敢的說出 我感到 我想這也是家裔人的熱情跟特質 這次觀光新聞處標是 2022光智營有幾個八大電池 上分運用北昌鴻公圈的特色 搭載出元宇宙之旅的起點 并引著時空扭曲的超限時空間 整個電池洗了一輪 就像已經一張超越時空的奇幻旅程 你為了補充入客有更好的觀賞品質 我當現場已經設計三個出力口 請民眾依照動三個優勝 另外星月漫遊跟宇宙之間燈窟 有人所犯罪 也請依照現場只是白對觀賞 星期目就有明改七彩虹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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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